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即將來臨 日前南投市公所也舉行慶祝110年母親節即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竟由南投市各里長選出模範母親並進行表揚 現場嘉賓雲集 先議員曾正言 張家哲 賴燕雪也到場致意 人家說在身一條島 百分以後台地都有 所以說我們在這裡跟共同勉勵 共同的鼓勵就是 使我們兩行不能等 第一就是做選手 第二就是友好 所以我們這麼有待媽媽 為了我們 牽掌內地來參與我們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護好事就好了 先議員張家哲 表示 相當感謝每位模範母親平時對於家庭上的付出與努力 也藉由表揚大會的活動 恭喜他們獲得殊榮 今天很開心參加我們南投市模範母親的表揚活動 每一個人選出一位模範母親 我們公所也舉辦了盛大的表揚活動 那會中每一個媽媽 真的感謝他們過去為家庭的付出 跟對社區鄰里的照顧 今天有這樣的殊榮 再次恭喜他們 也在母親節前夕 祝福全天下的所有母親 母親節快樂 先議員張燕雪表示 母親在家庭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也是家庭支柱 也感謝公所的用心 藉由活動來感謝他們 溫馨的五月 我們看到很多優質的模範母親接受表揚 燕雪表示肯定跟祝福 我想感謝我們每位媽媽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 扶持我們的孩子 解決我們的問題 也可以說是家庭的支柱跟依靠 我想這一份偉大的力量 值得我們晚輩來尊敬 那麼燕雪再次肯定 尤其是市公所今年 辦理我們的母親節表揚 看到很多的寶券 都一起來共襄盛舉 對家庭的這一份溫暖跟愛 我想充滿著感恩 燕雪再次的祝福 我們全天下的母親 家節愉快 母親相當辛苦 平時在家庭上用心付出 對於孩子來說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議員們感謝公所的用心 也祝全天下的媽媽母親節快樂 記得圈圈圈 藍頭採訪報導